太开心了 得知今天能见到奥运冠军 我昨晚都没睡好觉 4月18日 当全红尘和王宗元 走进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 陕西省跳水队小队员崔佳希 和小伙伴们都乐开了花 当日上午 结束近两个小时训练后 全红尘也顾不得疲惫 和队友王宗元一起在场地当起教练 指导陕西省跳水队 20名小运动员的路上训练与板上动作 一场寓教娱乐的2024世界泳联 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冠军指导课就此展开 面对全红尘和王宗元组成的豪华教练团 小运动员们的训练课 显得格外紧凑和有质量 脚尖没有收住 是因为膝盖没有合拢 但入水已经很好了 你真棒 因为小队员从跳板上一跃而下 脑袋刚露出水面 就转过头望向池边的冠军教练 像我这样一起来 等小队员来到身边 全红尘连笔话带说话 指出自己发现的动作不足 说完 全红尘双手竖起大拇指 为小队员点赞 训练勤奋认真 或许是全红尘给小队员们留下的最深印象 即使获得奥运冠军和世锦赛冠军 全红尘在路上热身训练中的动作非常标准 全身散发着一丝不苟的气息 在西安奥底中心游泳跳水管内 全红尘和王宗元对每个小运动员们进行了指导 训练间歇 全红尘还和小队员们开起了玩笑 虽说已经多次站在世界女子跳水十米台的巅峰 可在小队员们面前 她就像个大孩子 近一个小时的训练指导课时间过得很快 全红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现在已经进入比赛时间 毕竟面对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还是有压力的 这次比赛之后 就是巴黎奥运会肯定有比赛的压力 在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2024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 加拿大蒙特利尔战中 全红尘在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 以411.45分的成绩获得亚军 在德国柏林战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 以432.80分夺冠 2024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 全红尘将参加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 女子十米跳台决赛 其中女子十米跳台决赛对全红尘意义重大 如果成功夺冠 她将成为继美国名将威尔金森 和中国名将陈若林之后 第三位获得世界跳水三大赛个人项目金牌大满贯选手 4月17日晚接受采访时 全红尘的主管教练陈若林说 大满贯这个事情现在不要想 先把比赛认认真真跳出来最重要 其他的事想太多都是压力